我們也做這行都做了很久 千千萬萬個名觀都算過 有時真的會刻意留意一些 很相似 九成相似的 他們唯一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心態 因為在我眼中 魂是絕對可以改的 Carmen 今天很開心 你來到大駕光臨 這個是一個新的節目 想說一說 這個新的節目是專聘一些專業的人士 不同界別的人來講一下命運 有時我覺得命運不只是風水 名利那麼簡單 對 所以我請到Carmen 上來 就是你上來 Carmen 我也先介紹一下 可能有些觀眾不太認識你 其實你也有一個YouTube頻道 Carmen Wong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你的YouTube頻道吧 其實在十多年前都會做一些升頻的網台 但我想隨著時代的發展 現在大家都是做YouTube 頻道名字是 身心靈療與Carmen Wong 大家就記得要關注一下身心靈療與Carmen Wong Carmen 是一個催眠法證導師 以及也是家族排列的 可以頒證書的一個專家 是的 基本上我公司只是做催眠和排列 不主要 我和Carmen 的關係 都是一個大家互相學習的一個關係 同時我也有跟Carmen老師 去學身心靈 尤其是家排 我也想Carmen 你說給觀眾聽聽 什麼叫家族排列 就是家排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尤其是在命運方面 基本上簡單而言 因為你也說我們是身心靈工作 其實無論是透過用催眠也好 用排列也好 我都是去處理每個人 人生之所以不流動 一般人叫做不相信 或者很混濟 我相信你有很多客人都會這樣形容 我們在身心靈 我公司會叫做糾結 每個人的課題 如果你一天不超越 他就會好像纏著你 或者是重複的模式 不斷在你生命中困擾你 我們就會透過用排列 主要去看 你從小到大 跟家人的關係 製造了什麼糾結 可能一直潛藏影響你 可能是令到你 為什麼金錢這麼不相信 或者專門遇到一些伴侶關係 很棘手 或者總是不斷做人第三者 我相信你這行也聽到很多 絕對有 一些重複的糾結 或者突然其來 可能他們形容一些很握運 很災難性的東西 為什麼會發生呢 我就去看一個人的投射 什麼叫投射呢 其實每個實相 一定有條根在這裡 你沒有這樣的意識 你沒有這樣的念 你沒有這樣的感受 那個實相不會降臨在你生命的 排列最強項的地方就是 到底你這個投射在哪裡產生的呢 你這個感受由誰引發的呢 排列是很強項去找出這些東西的 尤其對於一些 跟爸爸媽媽的關係出了問題 而引發你的實相困擾 很多時候我們 我單憑聽一個人說話 擺一下公仔 其實我基本上 對於一些很皮毛的糾結 可能是創業 投資 親密關係 子女為什麼這麼反叛 已經很容易聽得出 不需要動用團體排列 團體排列最強項是什麼呢 真是處理一些 我明師一聽你說話 你的投射是出了問題了 我想你也要解釋多些 就是什麼叫排列呢 就是可能有些人 可能會明白 你跟某個人的關係 但是加排 我們怎樣令到整件事 可能是輪到順 什麼叫排列 譬如有些人 尤其 一些很突然而來的突發事情 可能是一些騙案 一些疾病 我聽你說話 聽你的投射 很明顯是原生家庭 都未必找到 那我就會怎樣呢 我就會透過團體排列的呈現 什麼叫團體排列 我們個別排列 用人咬普通公仔 你擺放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問題 我已經看到很多東西 即是公仔就代表個人 沒錯 但是去到一些牽涉超越父母的東西 可能是超越公公婆婆 爺爺媽媽的糾結 就是上幾代 沒錯 我們會叫這些做家族能量 這已經不是家庭那麼簡單 即是家族能量 尤其如果你有看一些 Sight Call的研究 有沒有聽過一些犯罪學呢 或者一些吸毒等等 其實已經有隔代遺傳 很多代的遺傳 對 其實能量都會傳承 不只是DNA會傳承 這個我相信 即是好像我們風水裏面 我們都有看祖宗山份 家山風水 那個概念很像 沒錯 譬如每一代有某些人 可能是 例如說是販毒 或者那些人比較偏激 導致他們會做錯的事情 就變成要混入鑑倉 沒錯 我們在風水上會看到 可能在家族 你們的理論 跟你們相似的 但可能你們就是 譬如舉例 一個人 他的能量有問題 他的器皿是散發的這種能量 可能他會千簡萬簡 選一間屋就是禍了 因為這樣的能量 你會吸收這樣的東西 可能壞的車牌和好的車牌 放在你眼前 你偏偏 那個不適合你的車牌 很吸收到你的 其實你意識上覺得不適合 是因為你覺得不好運 但其實他才是最適合你的 OK 因為你的器皿散發 選狗結的器皿 就是吸收狗結的實相 所以可能 有交通以外的車牌 你才會拿到 因為他是為你量身訂做 也是的 有時候我跟客人說 去行運的人 選擇好的風水屋 沒錯 所以可能你們看到這個人 譬如剛才我描述的 應該要病 應該有車禍的人 他就拿了這樣的車牌 拿了這樣的屋 就要邀請你 去幫他改動的能量 但問題來了 可能你們的工作 可以幫他短時間 去改變他這個能量 但如果他的能量 因為本身有問題 下次他不經理手 可能他又去自己買新車 這個我也認同 因為我也想說一些 例如我在命盤上看到 現在我從八歲開始轉言命理 我發覺命理唯一有一個盲點 因為我個人很科學 命盤你的出生還是月日時 即你的出生年月日時 可能拆解你的DNA 即你的構造類似 即你的天賦等等 你走運 但他沒有把父母放進去 即是因為 譬如父母出生在一個 因為我研究過兩個名盤 一個名盤 就是他的家人做生意 有一個名盤 他家人是一個很穩陣 做政府工的 但兩個名盤一樣 一個是做了銀行的高層 但另一個是創業 很厲害 我想這就是家族 家庭對一個人 是絕對有影響的 是啊 還有講起名盤 其實我自己都會去八卦 豬舌八卦 尤其是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也聽過了 我童年不開心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我人生這麼混濟 尤其未接觸新心靈的時候 真的混濟到哭 所以我自己有沒有 對八字有些皮毛的了解 也有些 這個我也知道 當然沒有你這麼專心 真的 因為我 我覺得 改變不了 我的命運 在當時 所以 人生最低最低最低 潮質是很低的 可能 情感關係 創業 那時候 有身體疾病 我有一個很嚴重的免疫系統 名 醫生跟我說 你需要吃抗癌藥 看不出來 我真的很震驚 但當時 機緣巧合 即是人生低潮 我覺得 真的 在我眼中 命跟運是不一樣的 我的命 可能去到那裡 真的很低潮 開始接觸新心靈 後來再遇到你 一個巧合 當時 其實我不知道你出席的飯局 我最記得 有沒有八年前 八年都有 有 我回憶 其實小偉 跟阿欣說 吃一頓飯 我就去 然後看到你 所以當時認識 那時候 她也有介紹 她說 Carmen 是做催眠師 身心靈 那時候 我還未知道 什麼叫加牌 當時 我已經覺得 其實我一向對 去圓學 因為我說過 我學過很皮毛的東西 我初步有一個概念 我覺得 邏輯上 應該是你們擺風水的所謂轉運 就是我們排列說的 由一個糾結的關係 糾結的能量 轉化為流動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譬如你們八字應該會有 金黑木 那就是黑住 那就是受傷 在我們的概念一樣 如果 可能是爸爸 黑住你 還是你黑住爸爸 你們之間的關係 就會不流動 你在中間要有一個轉化 那 中間加一個水 水便可以生花木 那我假設 如果你又對她 充滿攻擊性 或者排斥 轉化為 你終於看到爸爸的付出 看到爸爸的難處 你那份愛 會不會變成滋養 就不是攻擊 那麼我們排列的概念就是 我透過呈現你家 可能你現在有家庭的關係破裂也好 你有疾病也好 甚至毒品的事件 藥物成癮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類固醇成癮等等 在以前可能都是說一些毒品事件 那麼我們就會將一些糾結的關係 我們叫做很不流動的關係 甚至可能是以前一些家族事件 你都知道可能 譬如以前鴉片事件很補給 又或者世代 在家裡有很多細房的中式 大房和細房有很多衝突 已經幾代人 甚至血脈裡面 其實有些人 眼前未出現細房也好 你見他們每次講起一些小三議題 一夫多妻一夫多夫 背叛這些 你整天看到那些客人 是很敏感 很抗拒 其實他們留著那種血脈 我也跟Carmen你學了一些 皮毛一點 但是我跟一些客人去聊天 我開始就有聽到 我的聽力是好了 就是再再強一點 還有就是我會知道 命盤以外的事情 就是他們的家庭 因為命盤是有父母功 就是好像這個盤 他有父母功、兄弟功 即是有六親在 但是甚少會說祖先 或者像我們所說的家族事件 是嗎? 例如官星那些不可以看婆婆嗎? 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去到再遠古家族 那些就比較難看 對不對? 還有我會知道 就是命盤某一些的人 可以代表是良人影 對不對? 例如爸爸 其實是財星來的 對嗎? 是很混合的 這個就交給你說 其實因為我學八指釋 已經很久 可能那時只有二十歲 左右 慢慢到我二十六、七歲 才接觸新心靈 隨著練悅一時 因為我最初是做諮詢 一對一比較多 我最初都不發現 但是慢慢的數據 慢慢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很有趣 我開始看 為什麼我客人對金錢的投射 譬如說 例如那些人對錢 不是有些想法嗎? 賺錢很辛苦 說錢傷感情 什麼錢又邪惡 為什麼我慢慢對他們說的話 很有趣 為什麼每次和爸爸都是相同 又或者父系 什麼叫父系 爸爸、爺爺這個系列 即是男人那邊 我便想 為什麼這麼相似 初初都不在意 然後慢慢的 數據越來越多 人們逢是學習出現困難 升職 總之逢是關於學習 成功 你不學過一件事 又如何成功 自學也是一種學 我對回 剛剛好 所有數據 慢慢都是吻合 在這個時候 不知道哪年哪月哪日 突然叮起 因為我學過八字 為什麼以前一樣 因為人性是媽媽 沒錯 這個你比我熟悉 人性代表功名 也代表升職 名氣 然後也代表讀書 好像印了下去 然後我開始發覺 你也知道女士官升 官升是我們的丈夫 伴侶 現在有同居關係 其實我在投射的數據裏面 所有的創業投資 跟官升的投射是徹底相同的 男士的賺錢能力創業 又跟老婆伴侶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就慢慢的 應該跟玄學是通的 沒錯 所以我記得 正正是因為這個題目 沒錯 然後我就說 不如互相學習 我自己相信 宇宙只有一個 但是我們人去命名 一個叫八字 叫紫微 叫排列 叫催眠 你命名下去 但是大家其實在不同行業 如果都是在玩一些能量 術數 其實大家都是核子摸著 對了 你摸到一塊 用出生的年月日時 我就摸到你用家庭結構 或者一個人投射 那麼 綜合我覺得 如果可以將兩者融會貫通 可能第二天我不只聽 你投射就知道你的狗見 我看你的出生年月日時 我已經知道你的狗見 我覺得兩樣東西 真是互通 其實小時候 我未聽過家牌 老爸也有告訴我 都是說石老婆那些為何會發達 因為你沒有理由和財星作對 沒錯 石老公和石老婆 你真的會發達 不如你又說說一點 例如有些人 好像剛剛有一個 英偉達的新首婦 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案例 他說過一句話 一生只是愛一個女人 就是她的初戀情人 是嗎 是不是每個人只愛一個人 都會發達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每個人是 我自己是 是 我想我也是 是啊 我也頗為專一 我不會說每個人 我會回答 就是我有很多客人 因為很多客人回來告訴我 其實她很愛她老婆 很愛她老公 為什麼她這麼穩定 我想說 因為我認識你的背景 我承認你和太太 你是很疼她的 但有很多人 是用不流動的方式去疼人 所以這一點 我以免我們的節目出街 誤導觀眾去撿得正一點 那你要說加油 我們說的 愛 是要流動為依歸的 什麼叫流動 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觀察一下自己 你是愛得有力量的 你愛別人的方法 是令人有成長的 例如 如果你很縱容太太 很臭脾氣 或者你很縱容太太 是不長大 你想想她是一個不長大的媽媽 還要去照顧孩子 最後 好像也有一點縱容她不長大的 我舉例而已 可能縱容她忍受她大脾氣 你留意一下 我愛她的方式 令她生命下沉 或者令我們兩性 越來越多衝突 很多人為人好 例如喜歡 強迫別人要自己那套 跟我的標準 這是很尊重的 對 很多愛的方法 我說的愛是 你要想起這個人最低消費是什麼 你是喜悅的 會心微笑的 窩心的 甜蜜的 有甜蜜感 不是家人 不是賤友 不要老夫老妻 不要好朋友 很多客人都是這樣跟我說的 你這樣說起 我跟我老婆這段關係 都是有你講的感覺 即是甜蜜 到現在還是這樣 都12年 步入第13年 當你很用心我一個人 不是賤友 不是賤友 大家也不要誤會 一定要每天見才為之流動 不見就不流動 不是的 例如我跟那個人分手 我很感恩他在我生命出現過 成就過我 留在我心裏 一直滋養我 我都可以很流動 或者萬一我真是很可愛 我先生呢 但他可能行船 甚至可能早逝 都會的 但我在心裏每次想起 這個人都覺得是開心的 那你一樣會流動 但如果他每晚會在你旁邊 你不得捏死他 焗死他 因為我鑽研過 你知道的 我們做這行業都做了很久 千千萬萬個 名判也算過 有時真的會刻意留意一些 很相似 九成相似的 他們唯一的分別就是什麼 心態 心態很好 譬如有些人 為何會走運走得順一點 明明同一個名判 走同一樣的運 理應是否在數據上 應該要發生同一樣的事情 但偏偏有些不同的事情走出來 就是你所說的感恩的力量 因為在我眼中 魂是絕對可以改變的 但命是不行的 什麼叫命 我真的選了這個家庭出生 爸爸媽媽固定了 天命 這是天命 但我不知道是能量共振 我剛剛才在我的頻道講完這件事 是嗎 是 其實如果你將事情推高一點去看 你不要看帶著這個肉身 每個人有靈魂的 有靈性的 我不相信人有身體的 有肉體的 其實如果我們做催眠 做前世回數 很多時候你的靈魂根本 選了這個命譜 但有原因 因為在靈魂的眼中 他不會渴望買漂亮的衣服 駕駛車住半山 他是想來提升自己愛的體驗 想自己的載體 越來越接近靈性 神性的層次 如果他覺得選擇對父母是一個挑戰 選擇這個太太 是會令我人生 如果超過得到這件事 是有一個大躍進 他是會去選擇的 但我們來到地球 就扭計而已 因為我想現在太多人 其實我覺得是在覺醒 但有些人 比較古老的思想 不太開通 即是未太接受 譬如身心靈 靈魂的東西 但其實有很多的書 譬如是 Napoleon Hill寫的 《思考自負》 其實他們已經說過 其實很多東西 你製造金錢 其實有時是 要用到靈魂的能量 不是有時 我很肯定是時事 沒錯 但很多人可能用了都不知道 譬如像剛才你說的那個 名人 我沒記錯是否有七千億身價 不是 Napoleon Hill是那個作者 不是 再之前你剛才說 他心愛 對 很心愛 其實他在用能量 他都不自知 你不用以知能量才發揮功效 你想想他這麼愛一個人 可能他心裡 他在說初戀 我看他的樣子都不小 是中年男士 六十歲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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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 他四十年都很愛一個人 甚至祝福一個人 祝福已經 他運用了 一個有力量的能量出來 他在不自知的情況下 擁有這種能量 其實已經 他的器皿是一個弱進 我即使沒有跟你一起 果然心愛你 果然祝福你 其實是一個很有力的能量 我們下一集 再探討一下怎樣去 用這些家庭關係 或者怎樣改變自己的能量 去增加我們的運氣 是啊 好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 還要按鈴鐺 一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